Hello,大家晚上好 欢迎回来我们的深夜厨房 今天会只有小弟跟Vera 两人组合,OK? 今天要教的是 燕菜月饼 就是Jelly Moon Cake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口味是 Gentle口味 准备的材料有 来看看有什么材料 很明显就是一个削过皮的萝卜啊 两个粉一定要买到的咯 一个是Konyaku Jelly Powder 另外一个是Aga Aga Powder 所以材料你一定要有的就是 马六甲椰糖 Gentle的话一定要有的就是这个 Bandan Jelly 外面也是可以买到的咯 Baza买啊 今天要来做咸蛋的部分是用这个膜 假如你有那个 Ice Cube Mold 冰块的那个Mold 是圆圈的 这样你可以用那个 可是我找不到 所以我就用半粒的 可是你过后可以 挖出来黏在一起的啦 啊 所以它会变成一粒咯 一定要呢 一定要买的就是Jelly膜 对吗? Jelly膜? 对Jelly膜它是比较大一个的 嗯 所以你中间你要放馅料的话 你要买多一个膜嘛 这样我就建议你不用买 然后你就只是去用你家里的cupcake膜 你盖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就拿来做馅料 哦 OK 首先做蛋黄 所以我只是需要一个半条的萝卜 把半条的萝卜切片 加上150毫升的水 用搅拌器搅拌均匀 来我们的萝卜汁刚好也打好了 现在要过筛啊 150克的萝卜汁啊 所以你要弄到它150克啦 过筛完再加点水 直到150毫升即可 好了 我们的萝卜汁准备好了啦 150克的 收糖需要15克 15克的糖 腌菜粉跟那个果冻粉 半茶匙半茶匙 OK 把材料倒进萝卜汁里 搅拌均匀之后才开火 全部搅在一起拿去滚啊 搅在一起然后比较滚 煮到它滚就可以了 你看起泡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关火 哦 然后我们就倒入在这个容器里 趁热倒入无距离 这样子就可以挂 放凉之后就能取出了 这个就是蛋黄做成的样子啦 非常的快啊 我们就是给它这样放着 然后做别的事情它就好了 对 馅料 来 这个是Coconut Milk 50g 跟水 250g 吗 对 我们放一边 然后一样我们再开始量干的 材料 糖40克 火冻粉 Jelly Powder 我们要一茶匙 So Agar Agar Powder 是一茶匙半 倒入材料 同样的搅拌均匀后才开火加热 不可以开太大火 中火吧 中火啊 它冒泡了 然后你就马上给它吸口 哦 很香的那个盐奶味 倒入容器里 So 这时候我们要取出这个 Jelly Powder 不用太多 因为它很大条 然后你可以先给它弄 不要这样大条 OK So 内馅你中间一定要放那个蛋黄 倒入一点的盐奶 哎呦 很香哦 你不要倒满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那个模具没有很高 所以你就 Agar 量一个一半的这样子 你要怎样知道怎样量呢 你就这样子cover 然后你这样看 就看咯 看它到哪里 用手指去量 大概量就是差不多是到这里了 OK 你就倒到它这里的 差不多7-80% So 你倒入一点的时候 然后你就搬入这个进去 先给它有一个底 然后我们才放我们的咸蛋黄 然后我们就放一点这个 Jelly Jelly 倒入椰奶值7%到80满 盖过蛋黄即可 再加上一点尖锐在表面上 放凉凝固 饼皮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饼皮 饼皮就是要用 取出120克的椰糖 取出120克的椰糖 这个你就切给它 切小块给它比较容易弄 嗯 切至这样即可 加入450克的水 然后我们放一边 然后一样我们就开始凉我们的那个盒 Jelly powder一茶匙 燕菜粉两茶匙 同样的倒入材料 搅拌均匀后才加火 煮到它的糖要融 所以这个要小火 不然它出来是一粒粒 OK 差不多要好了 就可以加中火 给它滚 OK我们就倒入那个椰浆 OK我们煮滚了才放入椰浆 要差不多滚的时候 要差不多滚的时候才加椰浆 搅拌均匀即可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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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样先倒入一点 然后我们采取出 然后这个你要怎样弄它出来 你有两个方法 第一就是推一推它 推它 然后它就会出来了 哦 另外一个是 你这个cup cake是可以开的 哦 哦 哦 OK 它就出来了 所以你需要一个汤匙 顶住啦 因为你不要那个泡沫这样子 保置垫底即可 哇 那个香味 ok 我们的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就冷却放冰箱 第二天才切来吃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Jelly月饼 有没有啊 我觉得这个很可以耶 花好越远 ok 我们重点是看里面的部分 来 有看到吗 很可爱耶 Jelly月饼就这样完成了两粒眼睛 嗯 这样子就可以吃了 你要试一试吗 你试过好吗 没有试过 可能甜一点会比较好吃 我的蛋黄 我的灯火 他也投回去 他也投回去 我的蛋黄回来了 这个健康的 素食 素食月饼 嗯 端端的 而且口感很不错耶 口感很好吃 不会很甜 我觉得这个会刚刚好 因为我觉得中秋节你吃Jelly月饼 就是普通的Jelly月饼 就没有什么特别 所以要吃一点比较特别 又切起来又美 人家会WOW的感觉就是Jelly月饼 然后这个就是很代表 马来西亚的月饼 而且蛮解渴一下的 解渴 蛮解渴 有那个解渴的感觉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啦 晚安 大家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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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